据上海微电子装备股份有件公司披露 将在2021-2022年交付首台28nm工艺的国产的沉浸式光刻机 虽然这与当今国际顶尖的7nm乃至5nm光刻机还有数代的隔阂 但是差距已经大大缩小 要知道在此之前国产光刻机还是90nm 另外大家别想这28nm工艺相比手机 电脑CPU采用的7nm 14nm工艺数字要大就没用 目前在物联网 工业 新型存储等众多市场 28nm工艺成本低 技术成熟 所以仍是比较主流的制程工艺节点 上海微电子是国内技术最领先的光刻设备厂商 从低端进入各个细分市场 现已成为风测龙头企业的重要供应商 国内市场占有率高达80% 全球市场占有率也有40% 在全球范围内都有很大的影响力 目前有四大系列光刻机产品 可用于90nm 110nm 280nm工艺 以及200 300nm晶圆生产 这次28nm光刻机的出现 让我们看到突破国外IC光刻机市场垄断的曙光 希望未来有一天我们的设备都能用上国产芯片